嗯哼 嗯喂大家好也可以 我们这这影片呢 我在录这个执君课本的立体的3.7.2 ok 好的 whiteboard ok 3.7.2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哈 他说呢 这个呢我现在有一个混合气体啊 那每个气体的这mall 说的在那边总共呢 这混合气体里面总共有14.3mall 混合气体啊 然后呢现在的外界的大气压力是100k帕 哎不是这个 对 那他现在问说啦 ok 在这个到在哪一个温度呢 这个水呢会凝结出来啊 就是说呢我要对现在最对 我现在给这个空这个空气混 画面上这空气混合物呢 给他做冷凝啊 ok冷凝到哪一个温度呢 这个水呢会会会会跑出来哈 ok 那我现在要冷凝的话 其实这个其实这个题目就是要问说 这个due point是多少 这个气体混合物的due point是多少 ok ok因为due point的就还记得啊 due point就是我把一个冷 我把一个气体混合物 把它降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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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到滴滴水跑出来 那个温度你就叫due point ok 那这个due point这个瞬间呢 这个是属于是属于这个饱和状态啊 ok饱和状态 那饱和状态的特色是什么 特性是什么呢 这个水的分压呢 会等于水在那个温度的 饱和蒸汽啊 ok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整个气体混合物呢 总共的他给 其实他给一个墨数都给你的呢 ok那这个 那这个水的分压是多少呢 水的分压是多少呢 水的分压我们现在总压力是100kPa 那水的分压是多少呢 道尔吞分压定律哈 就是莫尔分 就是把压力乘上这个莫尔分率哈 道尔吞分压定律 然后这个水是1.0 所以呢算出来大概是7个kPa ok 所以水的分压是7个kPa ok那所以这表示呢 水的保和蒸汽啊呢 也是也是也是7个kPa ok那你要去查哦 在哪一个温度呢 在哪一个温度 在哪一个温度呢 在哪一个温度呢 水的保和蒸汽啊 是等于7个kPa 哎呀这个问题怎么做呢 哎呀这个你要去查 蒸汽表啦这个问题就是你要去查蒸汽表 你要去查蒸汽表 那这个蒸汽表怎么查呢 其实你就是这个蒸汽表 你在那个 你这种压力做排序的哈 压力做排序那蒸汽表在哪一页呢 在这个第 第三页哈 第三页 第三蒸汽表第三页 用压力做排序 比那个7个kPa对过去呢 是多少呢39 39度C的 你会得到39度C哦 ok 也就是说呢 你在你要你要冷凝这个气体的话 你必须你去降温降到39度C的那个水呢 才跑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这个饱和的 duepoint跟饱和的一个概念哦 然后那要学回去怎么去查到会去查蒸汽表哈 好的 那这个影片比较简单啊 那这虽然简单的是这个其实是还蛮实用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会跟那个相对湿度有关系啊 那那个东西我就不不不不不再不再多多多赘述啦 因为这个之后呢 你们专业课程里面还会 还会再讲哈 这边就是跟你讲怎么怎么怎么 什么是duepoint啊 饱和状态啊 蒸汽表怎么怎么活怎么利用呢 就这样子而已 好 现在影片到这边呢 剩下我们之后再聊啦 拜拜 拜拜